大家好 今天早上起来一看 明镜电视的YouTube频道已经恢复播出了 明镜在被YouTube下线大约48小时之后又重新上线了 这让不少网民松了一口气 确实值得庆贺 我相信这也是和网友粉丝们的围观努力分不开的 假如今后有别的不受过滤的中文媒体也受到同样的对待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施以援手 这个媒体自由的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持的 你不管某一家媒体你喜欢不喜欢 就是他的观点 立场 宗旨 社会目标是什么 都应该给人家说话的机会 你不同意他 或者你看不下去 听不下去 你可以有自己的发声平台和他辩论 而不是把它黑掉 如果郭文贵的爆料不实 那么所涉及到的人可以举证了 去证明他是在编造 或者你可以采取法律行动 只要有一个司法判决 说他是造谣说话 自然他的信用破产 他再说的话就没人相信了嘛 假如你觉得这两种方法都费尸费力 是吧 就是你既不想陷入互私的烂泥战 也觉得司法诉讼旷日持久 那就受点委屈 他说他的 你做你的 毕竟日久见人心 清酌自便嘛 这个事倒是公平的 你今天受了委屈忍耐了 以后世人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 你自然也会得到回报的 采取黑客攻击或者虚假举报这种方式去堵人家的嘴 这种方式不可以接受 同时也是不明智的 他只能够去让你想打击的人受到更多关注 而且无形之中你还为他的爆料背书了 别人会觉得你是心虚才会想去堵别人的嘴 那我今天是仔细想了想 就是中共权力斗争过程中的爆料逻辑 就是在高层权力乱斗的过程中 它看似很乱 让人摸不着头绪 但它是不是也有一些内在规律呢 首先是在涉及到高层人物和高层斗争的这些爆料当中 有没有可能真的完全是出自于个人恩怨 而没有背后的权力较量的 也就是说今天有个人出来爆料 他站在前台的 他就是主角 同时他也是导演 是编剧 他是一切活动的中心 他的爆料是完全出自于他个人的思想和情绪 他的背后没有别的势力 没有别人充当导演 编剧 或者制片人 赞助商 就是所有这些在幕后的角色都没有 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呢 我今天仔细想了一想 我觉得也许以后有 但是目前还真的没有 王立军也许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他是被薄熙来的遗迹耳光删去了美领馆 他和薄熙来的个人恩怨演变成了他自己的生死危难 促成了他夜奔美领馆 他逃跑到美领馆呢 确实你很难说是有什么高层势力的运作安排 对不对 就这个事情的出现有高度的突发性和戏剧性 但是你很难说王立军是爆料啊 因为我们说的爆料是面向公众的 就算王立军透露出有消息 但是他是透露给美国政府不是透露给公众的 最多这算是里通外国算是泄密啊 那不叫爆料 他给美国政府有没有透露什么机密 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确实不知道啊 只不过从长情长理来推断 你要上门找别人帮个小忙 你都得有点见面礼是不是 何况你是去求美国政府救你的命呢 不过即使美国政府得到了一些材料 他也没有公布于众吧 同理令完成这种情况也不算爆料 他最多算是威胁爆料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爆料呢 是指向纽约时报彭博社接获了消息 谈中共高层家族的财富问题 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接获消息 谈通过离岸公司海外藏富的问题 以及向南华早报接获消息 谈军改的进程 军队高层的反腐人事变化问题等等 这算爆料 以及像郭文贵这种通过用比较新颖的方式 用互联网直播的方式来揭露高层腐败 所谓完全出自于个人恩怨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别的高层背景 就是谁上谁下我不关心 谁掌权我不关心 未来的权力格局啊 中国要走哪条路啊 我完全不关心 就是这个人欺负了我 我就要报仇 我得找补回来 那么从2012年开始 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这些爆料 仔细想了一想呢 还真的没有这么单纯的 郭文贵先生说 他是要把胡舒立和博讯 背后的势力挖出来 这个都是很明确的目标 指向了其他中共高层人物 就是他目前还没有提到的其他高层人物 那么我想这个也是超越了纯粹的个人恩怨的范畴了 那么再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共的高层斗争里面 谁更希望采取爆料的形式呢 就是说爆出对手的内幕啊 让舆论的关注他从而给他制造压力 让他在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做法是攻击的一方 还是防守的一方更愿意去做呢 在现在的环境下 就是说是反腐的一方 还是在反腐运动里受到打击的一方 更愿意这么做呢 咱们抽象一点讲 好像两边都有可能是吧 就是从发动反腐的一方来讲 就是习王他们是发动反腐的一方 那对手的势力很强 树打根深盘根错节 所以我搞点爆料打击打击他们 从而自己便于下手 好像也有可能是吧 从道理上讲得通 但实际上却不是 习王是发动反腐的一方 对手势力虽强 你不管是令州郭徐还是江曾 他们在强 可是现在体制资源是在习王自己手上 他可以通过捡群边的方式 从外围逐渐接住核心 一点一点的来做 实际上这五年 他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而不是通过爆料的方式来做 那他们通过舆论放风来打击对手 有没有的 有 像财新对于周永康令计划这些案子的持续深入报道 以及像中纪委网站 中纪委的杂志发文章影射庆庆网 就是曾庆红嘛 这些舆论的渠道 完全都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的 是他们可控的渠道 而不是爆料 其实爆料这种方式 你仔细想一想 他对当前的掌权者是天然不利的 因为他产生的影响难以控制 你说我找个人出来 说点话不疼不痒的 说点大家都知道 那就不叫爆料 也不会有人感兴趣来围观你 你如果是完全以官方的口吻来说话呢 也没人听 因为那叫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不叫爆料 你想有人围观 要制造影响 真的能够形成舆论压力去打击对手的 你就得来点猛的 就得说点不为人知的内幕 那你这么一做的话呢 一个客观效果 就是让这个体制的黑箱透进了光线 让人看到了那些阴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对体制就会产生危害 而这个体制它是现在这个掌权者的根本利益所在 是它的力量来源 所以说爆料这种事情 对当前的掌权者是天然不利的 其实不管是爆谁的料 哪怕是爆对手的料 客观效果都会对当权者不利 因为你让体制的阴暗曝光了 所以操纵爆料这种事情 如果是出自于高层 只能是在斗争中受到打击不利的一方 而且还得急迫到这种程度 就说他第一考虑的是自己的命 而不是体制的安全了 他才会这么做 就是你把老子逼急了 我就把这艘船凿沉 大家同归于尽 一块玩完 是这么个心态 那么爆料是不是产生了影响呢 是不是有用呢 是有的 2012年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的报道 它是发生于拿下薄熙来之后 那温家宝是拿下薄熙来的关键人物 他在3月14号的记者会上就直接点了这个重庆的名 直接说了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倒台 那么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的爆料产生影响了吗 我们外界其实很难看到 但是我认为有 它的结果体现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上 在拿下薄熙来这个事情上 胡温是半成了 但是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里面有四个 是江泽民扶持上来的 还占了多数 那我的猜测呢 是由于海外媒体去曝光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 那么在高层落下了话饼 他的话语全被削弱了 那么在最后就只能达成个交易 就是在拿下薄熙来这个事情上 对方不再去争了 但是在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班子上 对方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那关于揭露红色家族通过离岸公司海外藏富的爆料 也产生影响了吗 我认为也有 这个爆料 我认为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给习近平出难题 就是这些红二代红三代们 他们都腐败 那你敢治他们吗 你敢治他们你动动他们试试 你别光拿我们这些平民出身的官员开刀 你别柿子光挑软的捏 你有本事去动他们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 它确实也是给习近平制造了一些压力 习近平确实 他也没有办法对这些红二代们同事操割 那么这个事情的结果就造成他反腐运动的正当性 确实失了一些分 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习近平的应对办法呢 只能是逐渐的让红二代们从权力高层里面淡出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以说爆料还是有效果的 当前权力格局里面的一个关键就是王岐山的去留和他今后的安排 郭文贵先生第一期爆料的矛头是指向傅政华的 傅政华本人当然是劣迹半斑 但爆料中所说的专案组应该是办理国安部前副部长马健的专案组 他是中纪委的专案组 第二期爆料里面针对的胡舒立是财新的主编 财新一直是中纪委释放消息的渠道 而贺国强是前任中纪委书记 他也参与拿下薄熙来 后来还有朋友不断的给我发一些消息 说这个郭文贵先生在推特上转发一些评论 指中纪委是现代的东厂 而且王岐山权力太大了 对习总不安全等等 似乎是一步一步的把矛头指向现在的中纪委 后续再爆料所释放的压力 客观上 他也是和王岐山未来角色的形成这个过程相衔接的 其实说白了 十九大上最大的两个看点 一个是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接班人 第二个就是王岐山是去还是留 他如果留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说白了 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评论人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郭先生的后续爆料 会不会对王岐山未来角色形成的过程发生影响 那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呀 说我在这就是说书的 就很多话都是出自于推论意测 其实您还真的说对了 最起码在这个事上我还真是个说书的 我要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多 我掌握的事实那么多的话 我今天就不坐在这了 是吧 这种人呢只有三种去处 第一是坐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开会 人模人样的出现在新闻联播上 第二呢就是进监狱去和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作伴 第二第三就是像令完成这种人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三种人他肯定都不会跟你说书 他不会像我这么瞎掰扯 但是呢我也保证你是听不到他直接对你讲话的 当然以上都是推论意测了 那您就当成是说书好了 说书就有演绎的成分 演绎嘛就完全可能说错了 这个太正常了 说错了咱们就改过来 咱们调整这个推论的事实基础 再接着演绎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演绎到这儿 以后再找机会接着演 谢谢大家